既然钢化玻璃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变得越发坚韧无比 为什么关于它自曝的新闻依然屡见不显呢 好端端的钢化玻璃突然破裂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其中的原因要追溯到一种不起眼的矿物质 硫化镍 硫化镍这个东西是在玻璃圆片的生产中 不可避免的产生的一种无色透明的晶体 硫化镍是无色透明的 而玻璃呢也是无色透明的 所以这个代表玻璃 这个代表硫化镍 单独看这两个东西我们能看见 但是如果把硫化镍放到玻璃里面 它就隐身了 很难被发现 那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一块那么小小的一点硫化镍 它能让整个钢化玻璃破掉呢 在这儿我准备了一个模型 这个里面小黄球呢代表的就是钢化玻璃里面的分子 它们竟然有序地排列着 但是它们不知道这里面藏着一个小隐患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硫化镍会膨胀 就像这样 这个中间没有任何的预兆 这个潜伏期大概有四到五年的时间 原来藏在钢化前的普通玻璃中 含有的杂质流化镍 就是致使钢化玻璃突发破裂的元凶 而同样会导致危险的杂质 也包括其他矿物质或者气泡等等 这些杂质如果出现在钢化前的普通玻璃中 如果经过气温冷热收缩膨胀的影响 就会改变整片玻璃的硬力 从而引起玻璃产生微裂纹 最终导致玻璃发生危险 所以冷热不均是钢化玻璃自爆的诱因 根本原因还是钢化玻璃品质不达标 而除了内在杂质过多 设计和施工对玻璃自爆也有关系 根据我国建筑玻璃应用技术继承的规定 零空面三米以上的木墙 必须采用坚固的夹胶钢化玻璃 这样即便其发生自爆也不会脱落 从而大大提高了建筑玻璃的安全性